委内瑞拉深陷经济和人道危机 共有400万人为此逃离家园 身为联合国难民属特使的美国女星 安吉丽娜·球莉 就促请国际社会密切关注此事 并且提供更多的援助 给收容最多委内瑞拉移民的三个南美洲国家 也就是哥伦比亚、秘鲁以及厄瓜多尔 目前在哥伦比亚展开访问行程的 安吉丽娜·球莉也指出 超过2万名移民到委内瑞拉的儿童 正面临无国籍的问题 基于哥伦比亚不会自动承认 在哥伦比亚领土出生的儿童为公民 因此他也敦促各国总统杜克关注此事 杜克就表示他和安吉丽娜 以及联合国难民属官员 稍早已经举行了会议 讨论的议题就包括 如何让无国籍的儿童获得公民权 来自动承议的儿童获得公民权